大雨天下個不停 漸騎比車身還要高的浪花 寬廣的道路瞬間成了汪洋 颱風店的慘況 商總先前卻提出 放颱風架後要補班 勞動部出面回應了 既然不是架 就沒有補班的問題 它其實就是一個避險嘛 防災嘛 直接打點回應 颱風架是用來避險防災 接受商總的意見 但資方也有話要說 工作本來要做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當完這個成本的話 由企業自行去決定 要不要給他放假或給他補班 不需要政府來統一規定 事實上早在2008年 勞團就曾要求天災假立法 不過足足等了10年 還是沒有進度 你們上一次開會什麼時候 找勞資雙方來溝通 去年的11月 去年11月到現在10月 一年了 你們都沒有任何動作 上班的途中可能會危險 就是天災假的初衷 本來就是為了 就是避免這些危險 對 因為這是天災嘛 這是臨時性的 所以這個 呃 不是一般的放假 所以不需要補班吧 天災假立法惹議 就連基本工資也被抱怨 長不夠 沒有辦法讓大家都滿意啦 不過我們一定會 沒有辦法讓大家滿意 這我了解 但是我只問你夠不夠啊 你還是沒有回答問題啊 我們繼續努力啊 外界質疑基本工資法恐怕是換湯不換藥 勞動部長回應行政院只有一次的退回權 若審議結果不變 行政院還是必須核定 勞資雙方要如何取得平衡 看來挑戰不小 董事人財經新聞綜合報導